首先呢,請老師您進到這個OneNote 1234-1110或W.N11 那您進來了之後呢,我們直接用訪客就好了 當然老師,如果您已經有OneNote帳號,您可以用會員登錄 您可以直接滑過訪客這邊,然後按一下取得訪客代碼 那您就會取得一個八位數的代碼 下次呢,您就不用再取得了,就直接把您的代碼輸入在這邊 那麼您加入過的群組,您閱讀過的紀錄,做的筆記都會在裡面 好,這個是OneNote的翻轉群組平台 所以我們先按一下,這樣就產生一個八位數代碼 您就可以把這個記下來,好,記下來 那進來了之後呢,各位預設進來之後 您右上角這邊,如果可以的話,您也可以卡這個地方 看一下你的書,你的信跟名 那如果你不小心忘記你的代碼的,在上面這裡 還可以看得到,還可以看得到 好,那麼改好之後呢,我們就請大家進到發現裡面的群組 好,那我們在發現這個選單裡面都是公開的 都是公開的,那我們資料是在群組這邊 所以老師您進到群組之後 您就會看到我們的 課程已經在這裡,等各位啦 好,因為剛開放 所以還在第一名,你按進去 有沒有,右上角就一個加入了 按一下,這樣您就可以進到我們今天的課程裡面來 那麼,呃,您剛剛呢 資料,我都幫您複製到您的桌面上 那如果 沒有的,也沒關係 您就直接從這邊,我們有一個講義 我剛剛有講,我們今天是上合同班 哈哈哈哈 誒,我的資料已經放在這裡了齁,所以呢 您可以先照這個方式進來